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要运用他的头脑来控制比赛 所以说不光靠你的身体素质和良好技术 更重要的也是一种心理和头脑的比拼 袁春波恰恰是这种运动员 而且他非常年轻 我们知道在上一场比赛 他还用巴西柔术的技术 战胜了巴西柔术的黑带 对 所以在比赛里头 应该说这两位选手的碰撞 应该可以说是今天晚上 应该比较精彩的一场比赛 我们没有想到在前三场比赛里面 都会在第一回合结束战斗 因为为了今天的总决赛 这个比赛回合由原来的三回合 增加到五回合 但是现在来看 很多选手在我们常规赛里面 似乎都有所保留 所以在总决赛里面 各自把自己的绝招都亮了出来 是的 原春波的老师 江老师 原春波 原春波来自黑龙江 训练地是哈尔滨 身高1米78 体重61公斤 它的主要风格是巴西柔术 很多朋友对巴西柔术不太了解 那么在比赛当中 我们可以今天看到 三个回合比赛 三场比赛里面 都是在地面结束的战斗 是的 这个地面技巧就是巴西柔术特点 是的 地面柔术的奖励的是蚕豆 一定要近身 和我们经常所见的打击呢 还是有区别的 对 现在呢 我们看到这是赛伊德 伊沙赛伊德 这一名选手身高1米70 体重61公斤 它的风格呢 它泰拳 它泰拳打的是水平也算是一斗的 对 它的新年地是香港 来自南非 今年也是23岁 两个人是年龄相当 只是身高上稍稍有差别 对 圆春波高了赛伊德 8公分 应该说这个身高必长是它的优势 是的 但是 有一个问题 这个齐同呢 你是巴西柔术的这个教练了 你这个身高必长 在进入到地面的时候 是不是不占优势 反而还成为一个短板 在扎力的时候 身高必长指定是好的 对 但是柔术呢 也不能说绝对好或绝对坏 它有力有弊 你手脚长呢 指定就是容易被别人锁住 更容易地锁住 对 容易让对方给你制造 对 像一般的安倍获胜 或者是怎么样 给你 但是 但是相对而言 你的肠更容易锁住别人 好的 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双方选手 蓝方选手 来自黑龙江 瑞武战绩 两胜两腹 身高178公分 体重61公斤 他就是代表哈尔滨龙云综合搏击俱乐部出战的 袁春波 好 为您介绍一下我们的红方选手 来自南非 瑞武战绩三胜一负 身高172公分 体重61公斤 代表香港出战的 伊莎赛易德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场上裁判员 杰伦佛罗先生有请 好 观众朋友 现在第四场比赛开始了 第四场比赛是袁春波对阵伊莎赛易德 哇 袁春波上来一个高边腿 是的 一个直串 就是说只要保护好自己 甲心摸摸没有成功 这个赛易德呢 他打泰拳的 所以对于这个膝和肘是他的优势 还有力量 是的 我们看到他用龙鞭 不断地想要制造地面的机会 但是一直没有成功 相对比赛易德的打击技术 袁春波应该是比他差了很多 这个袁春波呢 有一个特点 他喜欢把战斗拉到地面 哇 这个 这下很重的 这个打到下巴上 这时候下 哎 倒地 哎 好的 这是战术性倒地吗 对 这个袁春波在跟王冠打的时候 就是长期自己主动倒地 是的 看看今天他会不会还用这一招 他应该是想通过地面来解决这个战斗的 因为赛易德的综合能力很强大的 他这个拼战力是不正确的方式 但是他应该有自己的想法 哎 不断地被打击到 这个袁春波对于今天这个赛易德来说的话 可能要掌握一些双双滑 好 再一个 鞋子摆尾 鞋子摆尾 然后这个 这个 后摆的这个高边腿 没打到 是的 哇 又是被重撞 这个赛易德的拳法确实是一流的 所以要注意了 哎 哇 这个刚才下潜的这下非常危险 对方正好起腿啊 差点踢到头部 嗯 好好好 哎 就是 故意给对手 让他抓你的脚摔倒你 然后给他带入地面 但是赛易德应该是知道他的战术 多次没有继续下去 哇 我们都知道泰拳的腿 是很重的 很重的 而且他的肘膝 这是他的重点 这个袁春波呢 我们看到这个 看来一技不成再施一技 看看就是又是对方跟他进入地面 是的 因为战力上他确实是太吃亏了 太吃亏了 虽然他有身高 虽然他有比长 包对了 对方 对方 对方脱扣了 是的 袁春波的战术就是下潜抱摔 但是没有摔倒 如果被这种防住 他立马进入了自己进入扑盖的这个情形 哎 好重啊 摔到地面上 嗯 赛德可能对他太了解了 这个知道你擅长什么 我不跟你打地面 就是在不断的想要制造地面的机会 想要找到这个机会 但是没有成功 抓不住啊 是的 嗯 首先要把地方 要把对方拉入地面 你要抓得住 是的 要抓住对方 你才能拖入地面 你 你看 就是袁春波 现在也有点 顾忌对方的腿 这个 不断的打击 会给你身体上带来很多压力的 但是 嗯 袁春波这样的话 很放松 我们可以看到赛伊德呢 虽然对手倒地呢 有一些机会呢 可以垂直到 赛伊德也没有贸然形式 因为他也应该是有顾忌的 他也怕对手的地面技术的应该是 对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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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始终 使用的他是 沙潜不行 就是主动 总是在使用 不断的使用这种制度 但是没有成功过 然后呢 他会使用他的这个正灯呢 帮助他和赛伊德呢 制造一些空间和距离 手指关起来 手指关起来 好 保住 还是没拉住 还是没拉住 看来对于赛伊德的力量还是不好 赛伊德的一个防摔呢 也是精心准备了 赛伊德我不跟你纠缠 你打 我让你打 打一下 然后我就往后退 赛伊德是想要击对手 嗯 而且赛伊德的这个腿啊 我们看到力量非常大 袁春波 就是左腿的 对膝这个位置 好像被重踢了几次以后 现在 好像有点 难以支撑 这个腿太重了 因为泰拳我们都知道 这个起边腿和这个膝肘 这是它的特点 而且它就是 往往是重击你的某一个部位 是的 它打得并不灵活 但是呢 它的每一拳每一脚都很重 能让你的就是穿透力 伤害性特别大 嗯 我们看到 袁春波不断地在利用编网 然后把空间缩小 他往后退的时候呢 利用网的这个距离 嗯 来保持自己的站立和倒地的这个方式 但是呢这个网呢 也确实给赛伊德带了一个帮助 就是让他可以跑不掉 所以说袁春波 好 袁春波就是在不断地绕着网的走 嗯 赛伊德呢应该给他关注 不能让他左右走 左右走的话呢 赛伊德的这个 有效打击呢会远一点 啊 刚才这个高边腿 我们看赛伊德 这个防守也是非常到位 啊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了 啊 刚才这个防守啊 嗯 赛伊德我们听到啪的很清晰的一声 是的 嗯 往往其实 声音大并不一定代表你的这个伤害性大 对 他因为他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在平时训练当中的一个反射动作 是的 这有点像那个踢那个手把啊 是的 那个声音 对对对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啊 咱们可以看到健身房里啊 或者是体院啊 武馆里有一些踢把的动作 听得很响 但是其实呢 他的杀伤力呢并没有 往往只有杀伤力的一些动作呢 其实并不能给你造成很强烈的视觉的感官 对 我们看看 这是赛伊德 偶尔抓住一次机会 然后完了以后呢 很快就撤出战斗 我不跟你纠缠 对吧 你越想跟我打纠缠 我越不跟你纠缠 你看 他这种防守技术 是的 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 其实袁春波的摔法啊 不是很优秀 对 摔法没有达到咱们预想的 可以预想到的那种水平 对 所以说他只是有很强的地面技术 但是他的摔法呢跟不上 嗯 好 现在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 第二回合我们看看 袁春波在战术打法上 会不会有一些调整 跟对方这种打的话 嗯 对方 我们看还是直接下签 我们都知道 今天这场比赛的最终获胜者 将获得一百万美元 一百万元人民币 好 这时候抱住了看看能不能缠住 能不能缠住 好的 好的 袁春波这是一次机会 好的 袁春波抱住了 三个当地摔倒了 好的 这时候就像 摔倒了 两个人缠在一块 就像一个蟒蛇一样 这时候袁春波只要把你缠住了 我就绝不给你机会 灌头台 夹住了 夹住了 灌头台夹住了 塞伊德 我们的塞伊德现在在地面上 他就没有了优势 位置不是很好 虽然塞住了 但是位置不是很好 这时候袁春波啊 就像一个蟒蛇一样 把对方缠得死死的 这种缠法 我们看一看 蜂蜜是防守和断头台的使用 但是位置不是很好 这个位置 锁住人也不是很容易 对 但是现在塞伊德呢 已经没有攻击力了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攻击力了 放弃了 袁春波放弃了他的断头台 但是还是缠住他 这个让他轻易地就摆脱了 我们看到袁春波现在眼角 好像有点问题 是的 受伤了 好 又一个 还是不起来 这时候你打我就不起来 我给你打地面 刚才袁春波其实没有必要 非得也要锁住对手 他可以利用他的蜂蜜上手的位置呢 转移到 转移到一个他喜欢的地面位置 不要太追求那个 一味的一个单纯的一个技术 对 但是呢 他如果从战力攻击的话 好像跟对方还是有一个差距 差距太大 所以他现在只能把对方拖下来 哎 漂亮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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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示意好像有踢到下 下 下 下体 哎 这时候裁判员要求 好 这时候是为什么不知道 应该是警告吧 应该是警告 告诉他不要老是在地上 警告 警告 这个呢就让我们想起原来 这个坊间流传的一个故事 两个人好像争吵要打架了 那个在上面这个在下面 然后那个说你上来 那个说那不你下来 对 这种事情在综合格斗中 其实并不是一个特例 是经常能看见的 因为战力系选手和地面系选手 经常因为技术的不足 相互敬畏对方而产生这种事情 对 这时候圆春波我们看到这个 哎 还是往里头缠 所以说这个圆春波的这个摔法呀 还是不够到位 对 他这个摔法呢 拿不住 好的 抱住了 抱住了 来 看看好不好 又摔到了 摔住之后 摔倒 控制住一条腿 夹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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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抱摔 漂亮的抱摔 利用龙边双腿抱住 都夹住了 好 圆春波 这个赛伊德呀 这个时候这个肘完全可以用 这个时候你看他指数用手 但是赛伊德用的是最传统的办法 就是推头 推头是防摔的最好的办法之一 要拿背 要拿背 圆春波要拿背 圆春波拿了赛伊德的背 漂亮 圆春波打了个反击 拿了赛伊德的背 但是好像赛伊德力量大 那这个圆春波现在 被翻了过来 很可惜的一个机会啊 很可惜的一个机会 圆春波 圆春波现在也到了地面 那就没有太多办法了 赛伊德的中指还是要 先要站起来 站起来用打击的方式呢 破坏圆春波的防守 然后再站起来 圆春波 我们看 圆春波啊这个 他这种防守 你看马上拿腿 把自己的这个内部 把它保护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在龙边嘛 所以说你地面技术 也很难用出来 其实有的时候 刚才的背后啊 很可惜啊 很可惜啊 这个上面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就是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还是 我们看 随机 上去了 随机 不断的进行上位的 有效的打击 脚步脚步 哎 这个位置可以做猪蚊钩 起上去了吗 啊 塞伊德起了上去 不断的打击 啊 用手 用手 这就是太拳 用手 看看圆春波有什么方法逃出来 刚才两个脚上盘呢 想用两个脚的力量呢 把塞伊德带走 但是没有成功 好 塞伊德不断的手机 很被动 很笨的 比较被动 这时候我们看看 看裁判 好 终止比赛了 终止比赛了 这样的话呢 一杀塞伊德 就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是的 塞伊德TKO 站出来的对手 获得了金鱼腰带 哎 如果 这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再打两个回合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圆春波 这个 我们本来是个很好的机会 是的 但是这个位置不是很好 这个断头台没有成功 刚才这一蹬着一下也蹬得不错 是的 我们看到圆春波的体能 确实也是很好 对 但是最可惜的是背后 OK 裁判过来告诉我们 这是TKO TKO 赛伊德利用自己的打击技术 战胜了圆春波 圆春波这位选手虽然出了比赛 但是我们看到她的天赋 依然是我认为在格斗圈里 中国目前最有天赋的一名选手 伊莎赛伊德 这一名选手 所以这个体能上的优势和力量上的优势就提现出来了 是的 但是这场比赛呢 赛伊德虽然赢了 我们可以看到70岁 来 我们的双方运动员 那在刚刚进行的想比赛当中 我们同方选手技术性击倒获胜 好的那么接下来有请 这些锐武中级格斗创始人之一乔瑞克先生 颁发中国MMA 61公斤锄量级的全国冠军金腰带 好 同时有请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 吴刚先生颁发奖金支票给获胜选手 依莎赛伊德 麻烦请合照 谢谢 现场的朋友 你们的冠军是 依莎赛伊 Yeah 依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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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对 有些质量 有这种各种质量 在那里 咱们 对 对 真的 FAR 他講說他看到之前的三場比賽 每一場都這麼快地把人家給處理掉 他也想要照樣子的傳承 但是他的旁邊的教練告訴他穩扎穩打 直到他最後旁邊的教練告訴他一拳一拳揮下去 他才贏得了這一場的比賽 OK,在這時刻 當你的敵人嘗嘗你 你覺得有甚麼想法嗎? 你覺得放鬆嗎? 一戰爭人永遠不想放鬆 那是我的最後一件事 我做了很多的事在訓練 所以當我進入這個位置,我不會煩惱 我保持冷靜,我保持冷靜 我的旁邊告訴我什麼事 然後我把我走到腳上去 所以我對我來說是OK OK,你給對方有任何說話嗎? 我想要謝謝他 為他來這麼短的事 我知道是難的 來這麼短的事 謝謝你為你做的事 I really appreciate it 對 他講說呢 他對他的對手 有一些話講 因為呢 這是最後的一刻 袁春波才站上了這個舞台 來跟他打 他在這邊的心裡感到非常的感激 也希望大家給袁春波一點掌聲鼓勵一下 因為他是在最後才知道 他要站上今天這樣子的一個舞台 OK Any other things I know your family, your sister they're watching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everybody for coming to watch and support I've been to HoHot so many times now It feels like my second home And I really got to say thank you And I want them to appreciate me as their champion And I'll be a good role model for youngsters And promote the sport in China Thank you very much OK I want to share HoHot OK 我必須要transfer一下 他很誠心地講說 他來了忽視已經很多次了 這裡已經像他第二個家了 他一定會做好一個很好的榜樣 讓大家認為 他就是忽視產生出來的冠軍 他會讓孩子們都向他學習 做好榜樣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Yeah Congratulations